哎呀,阿士伯仁的粉絲,寄了一個禮物給我們,是古董來的,1975年 小我一點點 就是華僑晚博每年班十大影劇明星和十大電視明星的 這本特刊就有齊基名單,一來就是依蕾,依蕾是喜劇勝手不離開了我們 林珍奇是一個連鎖餐廳的老闆娘,遷離,你們要見她多數要去加拿大 陳思佳也拍過很多兆字的戲,不過1985年就淡出了 傅星,這位第一期的同學,我很掛念你,你這麼英俊,拍過這麼多這麼好的戲 但是,為什麼呢?為什麼那一年你要跟汪宇戀車呢? 因為這樣就是交通以外離開了我們,阿欣妮說經常都掛念你 好,許冠文,好健康,許冠傑,你們兩個都這麼健康,恭喜恭喜 梅雪絲,梅雪絲肯有龍劍生,是啊,他們做了大戲,幾個小時就賣了票 蕭瑤,蕭瑤現在都有拍戲,她在台灣跟她女兒一起,兩母女都是演員 接著到電視明星,就到這個人,托賴,她還在 為什麼行第一呢?因為不惑罪 好了,輪到李映,李映,你沒有來,是百人 汪明荃當然有份,李思琦當然有份,夏宇,你又差點 好,高苗絲,你去了哪裡呢?為什麼你沒有找我們呢? 嗯,劉重仁也是,眾望所歸,劉志榮,劉翁我們哥哥公 因為這位好朋友我覺得,禮的日好,阿仕也好 應該再頒多個獎給你,因為你一直都是最忠心緊緊的一個 好,潘兵長早前來那個阿仕巴人呢? 接著是歐陽佩山,是不是我沒有來給你把脈呢? 那你又沒有來到呢?你要來了 所有齊了,沒有今天這位朋友 今天這位朋友呢,就以英俊出名的 可能因為這樣,得一就不得二了 李道雄,我也不太記得,到底你是我的師兄,還是我的師弟呢? 我問他 對了,你講了 好,很多人都是問,金國旅是大師兄來的,電視來講 哪是? 其實呢,我看到他之後,我就挺尷尬 因為他要叫我師兄,這個是一個好笑話的事來的 實際電視來講,就沒有什麼師兄師底 入行先,入行先一天都是你的師兄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老師,叫陳有口 但是你那時候是哪一屆的? 我是勵的電視的,我是七零年就在勵的電視的了 就是第四期來的 畢業 畢業的了,那年畢業 那就早了我一年了 早了你一年了 那也是師兄 這個師兄弟呢,我和金國旅的特殊載 我們不是在電視做同事,我們是拍電影做同事 不知道你還記得嗎? 在1974年,我和你演過一部電影叫《癡紅便》 你呢,就第二個說了 因為早前來到這個節目探望我們的邵欣欣 嘩,比我來講的還早 沒錯,他就爭了 他說是我第一部電影 他第一部電影 沒錯 所以證明,幸好有這個節目和他刷新他的記憶 刷新 邵欣欣可能年紀稍大過我們兩個記性 我們記性好很多 我和你也有吃某個牌子的防腐劑 防腐劑,是我在瑞士吃的 那部電影《癡紅便》 我不知道現在還能不能再找到 那些電影可能很難找到 那些讀電影那些猛暗追回來 我說沒辦法,你們要找到 電影局也沒有 事實上,那女主角是靚盡一時的 叫胡燕尼 你那個 我演我老婆的那個叫胡燕尼 是靚到飛起的 你也好 因為我們個個是獨立故事的 雖然是混在一起工作 但是沒有機會見面 我可以說整部電影拍完 我和金國亮,除了結尾的日子 是一場戲 消防員都來了 說我們在酒店裏面 我就忘記了你是打暈了 還是中毒 還是什麼 被招攪打暈了 你是被招攪打暈了 不知道是在救胡燕尼 還是什麼 就好像被煙焗了 就變成我和麵力的老婆 總之是對衝 對衝 連眼神都沒有 完全沒有 但是一部戲寫出來 就是男主角變成金國亮的李道雄 做了一個王瞻 那時候還有一個大師兄 這個是我師父 教我主持的王瞻 就是以前電視工作 是靠我們 但是你一定要你說才行 為什麼這麼久要等你回來 因為有很多的哥哥 老師 在你那些年代 有些就不在 但是有些就真的太久了 他們很害羞 不像你那樣 你在上海都特意回來 你真的不斷地和他們溫一溫 共同回憶 是的 這個是我一定要和大家說 在這十多年 大家說你和你失蹤 其實我不是失蹤 我是移居上海 我做了一件 叫做很多人就走去西方 例如加拿大 或者美國 我倒轉 我回歸了 因為我本身是 我的籍貫 是安徽合肥 但是我的父親 我的祖父 全部都是在上海住的 於是等於回到我的祖居 就是上海 上海我發現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好像香港 生活環境 他很少知道的 包括下午茶 是喝咖啡 紅茶 茶餐廳 我們的生活很類似 但是我聽我的一個同屆同學 陳美琪 他有伯給我 聽你的近況 所以我經常都好像知道 我真的要當著大家 讚你一句 因為當大家的香港人 產生某些恐懼 四周圍 牽涉的時候 已經是第一代 你已經看準了 就是覺得 那是一個安居樂宜的地方 沒錯 我可以這樣說 大家可能是對中國大陸 有少少不了解 我們不可以說恐懼感 你不認識的地方 你就覺得這是森林 但是森林裡面有一個 世外桃源 我們簡單解釋一下 整個上海 因為他是1920年3年4年 都是電影王國 東方荷里活 等於我回去是朝聖 我看回整個給中國 第一代的電影人 第一代的 我們叫做荷里活的製作員 原來是在那裡 而且南來香港那些 都通通在上海 你也知道 當年做李老師的 例如劉方剛 劉方剛也不算 王天林肅 那些第一代的傳媒 他們的老闆 蕭爵士那些都是 蕭爵士更加 蕭爵士更加 蕭爵士大家知道 是踩着冷車放電影 這樣成為一個 龐大的中國電影王國 所以說 我們很多要回去朝聖 這個沉根 我回去 其實你回去的時候 有很多還是有跡可沉 有的 我其實很早 我在亞視主持的 《活息生香》那時候 就事時周圍全世界 介紹拍戲 我就一直想介紹上海 就沒有機會 我就介紹了北京和哈爾濱 其他地方 我也略以為陷 那時候 後來到了九十年代 我就去上海 其實最早期 我是和鄭少秋 1988年拍 《上海風雲》 《亞視擊劇集》 《上海風雲》 我們回到上海的片場 他才拍到上海的街 你知道我們有台 有一部叫上海灘 整部都在澳門和九龍塘拍的 真的 香港九龍塘 澳門和上海灘的實景 今時今日 你看到淮海路 看回那些路 其實是很相似的 所以這兩個城市 我就覺得很習慣 到了最後一期 九幾年 我直接就去 可以說是投資上海 我最有趣的投資 就不是任何金錢和財富上 是我娶了一個好太太 還有我有兩個兒子 是不是我們在微博 看到的白浪嫂 是啊 微博看到的白浪嫂 還有我兩個兒子 就穿白西裝 就扮小白浪 和我上海的東方衛視的節目 那要說一說 香港就未必個個都知道 是 白浪雖然知道 是來自哪裏的 這個劇集 但是為什麼越來越人 不能忘懷 越講越記得 你說是不是很好笑 有一個 大家都知道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的舞台劇 全香港人都很好 最近又說要做 又要做 又要做 而且做了二十多三十年 其中的電視版 就是李道紅演出的 這個我自己都說 是亞洲電視當年 一個我不小心拍的劇集 竟然是紅片《大江南筆》 幾乎我去了33個省 幾乎32個省都知道我是白浪哥 可惜沒有人知道我叫李道紅 於是逢真人介紹 今天特別來賓請來叫做白浪哥 其實你多了一個藝名 我多了一個藝名 我無端就變成白浪 沒有人再叫李道紅 也挺痛苦的 當你發現這個人不叫鄭少修 叫坐樓鄉 我陳 坐生 你叫我嗎 那些人就叫我白生 叫我老婆 叫我白太太 不如以後你叫白浪嫂 這個就是一個戲裡面的角色 名字 可以說是優點 當然是他深入了民間 缺點也是 那些人忘記了我是一個演員 而我就是那個形象 當我穿一件黑色襯衣服 普通的黑西裝 他們說白浪哥 為何你不穿你的白色箭袍出現 人家如果在美國這些旁枝出來 可能有一個白浪的片集 或者白浪的舞台劇 有這麼想過呢 我就希望有機會請到金國良先生 幫我寫一個白浪前傳白浪後傳 我怕沒有你這麼清楚 因為通常這個主角 自己簡直對這個角色做得多 你比寫得更清楚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都中了毒 人家如果叫你李道雄 是不是叫我 叫白浪哥肯定是我的反應 尤其是我看上海電視 我主持過很多節目 去過很多其他 你知道大陸有很多個台 頻道多 每個台的習慣 已經不再用我本名 就用白浪主持人 白浪哥 都變成了一個雜性 你就當作是一個優點 你現在是富泰 想邀請到你做節目主持 都不是那麼容易 不要說 這次是我自備機票回來的 我們的監製請注意 這一點請你們注意 還有 你覺得如果今時今日 叫你去做主持 老實說 先假設請得到你 但你覺得已經兩地 你看這麼多 在國內的 和現在香港那些 你覺得有沒有 哪些是各有所長 你覺得很對 首先如果要請回我做主持人 我去煩東西 我自備煩盒 戴上一吋帶 現在還要用 我戴上我們的錄影帶 回來分工 會不會亞是百人 當老闆說有得拍第二輯 你肯做主持 我可以和金國良做 香港電視千人大會 老千就千 但是你看這麼多 其實現在國內做主持 真的都很出色 他非常好 現在的 因為國內在這二十年的電視 可以說是特飛晚進 大家看到很多夜版的劇集 他的綜藝節目 在主持方面 亦都開始放棄了背稿 好像我和你做節目 不用稿 他們都走入這個 我們叫隔局 隔局是令到大家自由發揮 不過你要送審 他的審批是自我自己去檢查 你不要提太多兒童不宜廳 或者家庭觀眾反感的事情 這麼厲害 他這麼快把兩個東西磨合在一起 還很生活化 所以現在他們動的節目 當然要說普通話 他們不鼓勵方言 變成我做節目 全部都說普通話 最重要的是 他們有一個很喜歡的 就是香港人 你們說你們生活化的事情 和解釋你們做節目 他們是非常勵喻和崇拜的 而且還有很放開懷抱 早幾年 不要理他幾年的時候 都會斬斷你 叫你不要說那麼多 現在反而不是 不是的 現在完全是任你說 因為他是錄影制度 他不像我們Live制度 錄影制度的話 任你和金國良說 你可以說三個小時 他自演為半個小時播 這樣也不好 我們今天 所有李道雄說的話都好 每一粒詞我都盡量給你們聽 李道雄你當時女朋友多 但個個都不懂得叫你的英文名 所以沒有流傳 你知不知道 是的 因為從來沒有人習慣叫我的英文名 我的英文名我老爸起的 是德文叫做Fritz 那女生怎麼說呢 那些女生叫我Fishy 即是水魚 你真的不要以為這個節目 講一些那些年 因為你那時候發生的事情 現在是不能看的 想像不到的 沒錯 我自爆很多事情 第一件事 我有點不習慣 因為我習慣坐在亞洲電視上 就是我訪問人的 今天就是金國良訪問我 就調轉了身份 變成我要自爆經歷了 還有你是第一代的時候 年青人 訓練班出身 一出來就已經做很多男主持了 是的 我們那時候應該這麼說 我先是拍電影 我不是先拍電視的 我拍第一部電影就是 1969年的冬天 叫做 那部電影就是羅馬導演 現在這個人還在香港 是一個很精神的長者 那時候是講國語還是廣東 一定是國語 以前拍的只有國語電影 而且是在當時叫國泰片場 但為何會找著你去做第一部電影 那我挺自負的 我英俊 那裏還有沒有英俊 另外那兩個超級英俊 那部電影有兩個男主角 一個叫秦祥林 大家知道多少 還有一個是我的劫拜大哥 叫鄧光榮 我永遠懷念的人 那頂足而三 你都予有榮言 我予有榮言 即是竟然碰到這樣 因為他超級有刑事 當然那個電影裡面 我演的是個Caleffer 只是一個壞學生 做了很多壞事 結果就要被警察來抓 你知道早期的所謂的故學仔 七十年代那種戲是很文藝的 那為何這麼好做 電影那時候寧願做電影 為何又會肯去讀訓練班 我告訴你 羅馬拍完之後 他說阿Dee 他又是講國語 阿Dee 你的電影 我覺得你沒有什麼前途 因為你完全不懂做戲 你連姿勢也擺不好 你看看大哥 鄧光榮擺姿勢多有型 那你錯了一個年輕人 我好多謝他 他這樣說以後 我才知道 那我怎樣可以增加演技 他第一個方法 就是叫做演員訓練班 邵氏呢 就以前有 譬如夏宇他們 全部都是南國訓練班 他說以前國太也還有訓練班 沒有了 現在正正一個叫黎的電視 而黎的電視的訓練班 後宿那些 全部都是電影人 包括周宇傑 周老師 一炸之下 就激起我一件事 他說不過我看來 都沒有什麼天分 考得到進去 還要這樣激你 是啊 那我說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 那我就去 剛剛報名是最後一天 通常這個刺激我 所以我記錯了 不是東天 是秋天 因為是秋天才能夠接受報名 他是接受 大家知道 是秋天冬天 一定要這樣說 當時拍瓊瑤小說 或者拍到郭梁衛小說才紅 那我入到訓練班 不說我怎樣 披荊斬擊 英俊是一個很重要的武器 當時大家都知道 金國倫都很英俊 所以他又可以在訓練班裡面取勝 大家知道 所以我不可以在黎的 我做不到 所以你在飛鎚台 你的對手叫周亮發 不是周亮發 他第三期 我們說回自己 來了 入到這樣的軍營裡面 是不是當唐突飛猛巡 突飛猛巡 真的碰到一些老師 我才知道什麼叫斯坦尼拉夫斯基 什麼的演員前我修養 於是我將所有的理論 我真的在水銀燈裡拍了 我當時做學生 我真的演學生 我在珠海讀大專 讀土務工程 理工藝 於是我就將 以後我就在劇集裡 做馮親演大學生 我當時 禮的時期 很多人可能忘記了 但我現在要提醒大家 我演了很多個劇集 譬如深索 明門淑女 東陸 和我演的女主角 不是陳美琦 而是五秀芳 或者是陳美玲 那幾個 不如說回幾件事 第一就是 那時候你是很難得 兩組節目都可以做 不停的 那邊搶劇集 這邊又找人做節目主持 那時候是否絕無僅有 應該說是很平凡的事 因為當時的藝人少 又可以主持 又可以做 其實很多人都做到 我是最差的那個 對啦 你又不要見那幾個同學 有機會 幸運都做不到 做主持 自從因為這樣 後來就是 麗的又好 有時候想到節目主持 都很容易就找你了 沒錯 我甚至乎 其實我和你在友台 我都主持了 一個叫歡樂今宵很多年 就是了 和聲報之爺 就是了 我很多話說 不過有一樣 真的今天見到你 你最有資格 你在某一年 就離開了這個舞校 舞校是我們的 麗的電視和巴士 跟著大家都知道 你去了另一個機構 做了很多很成功的劇集 還有做了很多節目 但我想問 你有沒有試過 久不久看回那邊的那間舞校 你有沒有感觸 看到這麼多變化 我認真來說 我覺得我有兩個舞校 一個是黎的 即是我們說英國人的時期 那個時期RTV 一個舞校就是ATV Asia TV 這兩個舞校給我的感覺 就好像香港回歸一樣 一個幫我啟蒙 英國人教了我英國的教育 Everything in order 一個很有組織能力的 當時的 教我怎樣電視啟蒙 但是到了ATV之後 他將我學過的東西 發揚光大 我在80年代 就回來ATV 回到舞校 就做了一個節目很特別的 叫做《活色生香》 我想當時你來有題 你一在友台就看 我就做了一個小小的特洞 當然有很多的人陪伴我一起 包括我們現在的 阿士伯人監製 趙宇強 趙總監 就是當時 活色生香的總監 他和我在第一代 他才創新 就是說 怎樣用說話 說到別人不捨得轉台 要看你 你都紅 你想 我說我用兩句真言 一切猥瑣的東西 嚴肅化 一切猥瑣的東西 搞笑化 示範兩個例子來看 可以不可以 譬如說一件 我們覺得很猥瑣 當時 就是說 如何 預防性病 我說的很簡單 大家都記得 於是 我們就拿了20個避孕套 每種不同款的 就放在桌上 我們就很嚥肅 請多一個醫生 身體學醫生說 如果男性 你要怎樣套 這樣套完之後 你就可以防止愛知 大家千萬不要疏忽 這個方法 當然裏面說 亦都沒有違反任何電檢條例 完全 這是最重要的 沒有問題 跟著我們一起嚴肅的東西 搞笑化 例如呢 如果我要介紹 比如水晶 或者飲茶 或者是我們金融的東西 去採訪 人家不喜歡炒股票 人家會很悶 於是我們就搞笑了 就要說 喂 會不會真的由鄭少秋一演戲 就會倒閉 那個股市 這些是搞笑的 大家知道的 鄭少秋一演戲 就倒閉 這些就是笑料來的 但我們拿它變成了一個 很嚴肅 在說金融 其實金融當然不關你演員的事 金融是全世界的政治 全世界發生的事情來影響 包括我們今天坐到 難道我和金國良講講笑 金融又會升回嗎 但是在一切的東西 你將它觀眾的興趣聽 所以我們將它 可以說第一代之後 我甚至去了台灣 就告訴台灣的老友聽 我們現在在做節目 叫talk show talk什麼呢 talk 飲 就是我們叫做酒色才氣 talk 飲東西吃東西 靚東西玩東西 於是後來大家知道 很受歡迎的康喜來了 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是用talk show去做 包括現在我和你們倆坐著說 我相信你沒轉過台 因為我有這樣的魅力 給人家看下去 你很多師兄師姐 師弟師妹 都是回來聊天 有時候突然間 無端端說過的話 說一些是愛之心 恨之切 你有沒有金石兩元留給我們 我所說的很簡單 當我們發現了一個 自己說我們的武俠 當它是不再進步的時候 我們是鼓勵它進步 其實這個基石是打得很穩陣的 我們知道ATV的固定觀眾 他已經看了二十多三十年 他是不會放棄你的 只需要我們做少少進步的事情 譬如請多些好像金國良 李道雄這些高手 自然觀眾就會懷舊 他會提醒和提醒 我們說的一切跟廣告一樣 如果經常都會看到自己喜愛的演員 就算只是出個 Feed Cut of Food相片 收視率都會有十確點 以前我們時常說笑 你要最重要製造一個慣性 慣性其中怎麼出來呢 就要很長的節目 就是我們那時候 做六年的活色生香 或者一拍包青天 百幾二百集 我製造了偶像 你雖然說 為何韓劇會受歡迎 有個道理 他躍台打大台 我拍很長 我令到我的演員 成為你不可以忘記的人 你不停地看看 這樣才製造到偶像 所以我時常反對 拍二十集 那些十幾二十集 短劇 我不知道你身為編劇 阿頭 你已經是祖師爺 你編劇 你可能都有這些想法 會不會呢 嗯 大家應該明白 為何我要 怎樣都等到李肚雄來 他跟我們豐富這一百集的歷史書 這些就是教科書 為何